如果把人生当作简历 你是从多大年纪停止更新的 我叫张萌 今年37岁了 如果让我用三个词来概括一下今年的生活 那我会写下 拳击哈佛人生效率手册 很静静啊 37岁的我又往前走了一小步 练拳击七年 我终于有机会今年站上拳台 参加了职业拳击比赛 也正式成为了一名注册的职业拳击手 今年6月份 我成功入选 进入到哈佛大学进修 遇到很多不同国家的企业家 那段时间很短 但是真的很充实 人生效率手册是我多年前写的书 结合这些年的经历 我又重新产生了更多的想法与思考 于是在今年 重新写了一遍人生效率手册 希望它能在不断进步的社会当中 帮助更多有梦想的年轻人 如果有人问我说 蒙姐 30多岁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我会说 更新自己 更新自己的能力太重要了 很多人的人生简历 是他大概在20多岁的时候 就停止了 因为之后的每一天 都在重复前一天的生活 没有惊喜也没有意外 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 值得写在上面 就像是富兰克林先生说过 有些人25岁就死了 只是到了75岁才埋葬 别让自己的人生简历 留下大片空白 至少在你有能力书写他们的时候 写下那段 你去选过的人生